这里是怎么用动物来说是第二集 对了,我们常常会借用动物来表达其他意思 看一看这里有哪些呢 白眼狼 白眼狼 看着这只狼很凶 眼睛好像是泛白的 我们是用它来说 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的人 简单来说,那就是不知道感恩 反而去伤害别人 常常我们用这个词来说 不孝顺的孩子 把孩子好不容易养大了 可是他不知道感恩 在这里我们看这个小故事 姐姐从18岁开始打工挣钱 一方面要养活自己 一方面要供弟弟妹妹读书 没想到弟弟妹妹不但不感激 还责怪他没有帮忙找工作 是不是两个白眼狼 真的是的 在这里姐姐那么辛苦养活他们 这两个人呢不知道感激 反而还责怪他没有帮更多 所以我们说他俩就是白眼狼 不孝顺 不知道感恩 希望你身边没有这样的人 贤猪手 跟猪有关系 但是前面有一个贤 这个贤是指下流好色的意思 贤猪手就是指性骚扰 我以前只在影视片里见过贤猪手 没想到今天在公交车上见到了 太恶心人了 看看这个男生 他在干什么 结果遭到一巴掌 打得好 因为他对这个女生做了性骚扰的动作 贤猪手就是指性骚扰的行为 铁公鸡 铁公鸡是什么意思呢 公鸡就是公鸡 前面加铁 那就是说身上的毛都拔不下来 就是指小气吝啬 没想到这家伙是个铁公鸡 对自己的孩子也这么抠 一年也买不了几件衣服 看来我们生活中 没想到的是真多 刚才那个是贤猪手 这次又是个铁公鸡 鸡贼 鸡贼 还是和鸡有关系 这个词要当心用 因为它有三个意思 前两个呢 都不是很好 第三个是夸奖 能算计 有点聪明 甚至机智 在这里呢 我们这个故事是第一个意思 就是很会算计 绝对不吃亏 吃亏的只会是别人 比如说 如果是别人请客 他当然会来 对 没人比他更鸡贼了 也就是说 这个他 总是去蹭饭 只要别人请客 他就会去 因为花的是别人的钱 所以他就是比较算计的人 放鸽子 放鸽子 这里是指专门的一种现象 那就是诗约 或者说叫爽约 就是和别人约好了 但是没有来 没有出现 对不起 昨天没能来 放你们鸽子了 来点实际的 哪天请客道歉吧 对啊 你说好了一起来 可是没有如约 那完全是你不对 所以你要请客 我们会说 放谁谁谁的鸽子 翅膀硬了 翅膀硬了 还是跟鸟有关系 当鸟的翅膀硬了 那就会飞走了 所以这里是说 人长大 独立了 同时也有一个意思 就是不服管教 不听使唤 我不听你的了 我听我自己的 看看这个对话 怎么了 你现在翅膀硬了 想自己开公司了吗 没有 我哪有这个本事 先升职 加薪了再说吧 我们常常会用它来 说人长大了 同时在这个对话里 也表示实力增强了 那就不需要我了 不需要别人了 靠自己就OK了 翅膀硬了 那就自己飞了 笨鸟先飞 什么样的鸟 先飞走呢 在这里是说 资质差一点的人 怕自己落后 就赶紧先行动 往往这个表达 是谦虚的 就是说自己 看看这个例子 你每天这么早 开始上班 为什么啊 我对工作流程 还不熟悉 很怕出错 笨鸟先飞吧 在这里 我是一个生手 刚刚来公司 那我需要多努力努力 多花一点时间 所以那我就先行动 这样就是笨鸟先飞 把自己的情况 说得差一点 是很谦虚的 跟屁虫 我们来说虫子了 跟屁虫 就是说 总是跟着别人 黏着别人 往往是说 没有自己的见解和主张 看到这些企鹅 后面的就是跟前面走 弟弟是哥哥的跟屁虫 哥哥去哪 他就去哪 只要哥哥干什么 弟弟就干什么 所以是说 他没有自己的见解和主张 只是跟着别人 缩头乌龟 乌龟我们都知道 遇到危险的时候 就会把头缩起来 在这里 比喻人胆小 不敢面对现实 为什么呢 因为有困难 有责任 有挑战 有危险 等等 新来的员工 不敢为自己声张 各个都做了缩头乌龟 换了你 你会怎么做呢 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挑战的事情 不敢为自己发言 那换了你 你会是缩头乌龟吗 你会勇敢地去挑战这些困难吗 所以请记住 缩头乌龟 是说那些没有勇气的人 回避现实 不敢面对的人 马大哈 马大哈 这三个字放在一起 就是啊啊啊 形容一个人做事马虎 不认真 有时候态度也是嘻嘻哈哈的 瞧一瞧 不认真 他就摔倒了 这还是我认识的刘青语吗 你原来可是一个马大哈 天天找东西 哦原来是马大哈 那现在就是相反的了 这么认真 不会丢东西 没那么粗心了 所以马大哈 形容那些人粗心 不认真 马屁精 马屁精 请记住 这个词不是什么好词 是指那些 善于拍马屁的人 就是奉承别人 像图片里 这个弯腰鞠躬的人 讨好他的上级 讨好别人 你看不出来吗 这家伙是个马屁精 我当然知道 只要他能干活 完成负责的项目就行 在很多职场里呢 马屁精这样的角色 还是不少的呢 露出马脚 露出马脚 这个词语很有意思 看到图片上 上面是人 但是他的脚是马脚 意思是说 你想隐蔽一个事实 但是不小心 暴露出来了 被别人发现了 你可以装枪做事 欺骗客户 但是别忘了 你这么做 迟早会露出马脚的 就是一件坏事 迟早会被人发现的 那就很糟糕了 驴肝肺 驴肝肺 在这里是说 好心给你提醒或者建议 但你却不理解 不把我的话当回事 很让人伤心哦 他的第一份工作 是我介绍推荐的 现在他抱怨待遇低 好心当驴肝肺 以后我还会再帮他吗 不会了 我帮过他了 可他还在抱怨 我们经常说这句话 好心当成驴肝肺 做牛做马 我们都知道 牛和马是人类 驯养出来之后 替人工作的动物 在这里 做牛做马 那就是全心全意 为别人干活 工作 往往是说 勤劳报恩的意思 Larry在公司 快三十年了 像他这样 愿意勤勤肯肯 做牛做马 为公司服务的员工 越来越稀缺了 那些勤勤肯肯 工作的人 都可以说 做牛做马 我们现在这个年龄 如果你再给人打工 可能就是 做牛做马的状态 要看我们说话的情形 做牛做马 可以是积极的意思 有时候 也是消极的意思 那就是觉得很 怜爱自己 哎 为什么我还在 做牛做马呢 最后 泥牛入海 牛 进入大海里了 而且它是泥牛 就是用泥来做的 那道大海 那道大海还能看见吗 没有了 是说什么事情 一去 不会再来了 比如说 我们得做好 泥牛入海的心理准备 前期投资 恐怕收不回来了 投资有风险 有可能一去不回来 就是连本都收不回来 那就叫 泥牛入海 没有了 有些事情 就是一去 不复返的 我们要有心理准备 好了 这集就介绍到这里 欢迎你收看 怎么用自然景物来说事 第二集 再见